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进这里 我们将见证中国最古老的观测活动 今天正好我们测得的日影 是九尺二寸二 在这里我们将了解 国宝及青铜天文仪器背后的传奇故事 从这架低瓶经纬仪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扶手的上方 有一个弹孔 我们还将走进神秘的中国传统星图 探索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把道理写在天空中 只要天不变 道义不变 这里是北京古观象台 走进这里 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传统天文世界 将徐徐展现 一眼见面 北京天文馆的工作人员正在讨论的 是一个还在道成建设的项目 这个项目名叫大市场双镜筒寻天平台 它是一个赤道式单个口径六十厘米的双筒望远镜系统 建成后它将能为宇宙拍摄记录电影 每一次观测大概只需要一分钟 然后我们有一千个一分钟 就可以把整个北半球全扫里面 用现代科技手段给宇宙拍电影 是北京天文馆一个极富雄心的观测研究计划 事实上 在北京天文馆的古观象台 中国古人就已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为宇宙星空留下珍贵的记录 北京建国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中 有一座古朴庄严的灰砖城楼 看起来古老而又神秘 这座建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它不仅在今天显得神秘 当年这里更是国家的机密重地 这里就是中国明镜两代的皇家天文台 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2021年10月的一天 古观象台的运落里 一项古老的天文观测活动即将开始 正在现场观测的是北京古观象台 常务副台长萧军 他在古观象台工作了三十多年 也利用归表持续观测日影多年 等于是太阳从那天开始慢慢地升高了 对今天来讲的话 正好我们是秋分过了 秋天了 我们秋天实际上一天一天 再往冬至走 就是一天一天地变长 这样的观测活动 在中国古代曾经进行了数千年之久 在这座古观象台里 也进行了五百多年的时间 今天正好我们测得的这个日影 是九尺二十二 这座奇特的仪器名叫归表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之一 几千年前 中国古人就用它来测量日影长度 从而测定时空 划分季节 推算力法 根据归表测出正午时影子的长短 阳光穿过颈幅上的小孔 会在归表刻度上留下痕迹 必须捕捉到这关键一刻 并准确记录下数值 通过这种方法 中国早在周代 就确定了冬至夏至这两个节气 通过连续两次测得表影最长值 或最短值之间的相隔天数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 中国古人就测定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 是365.25天 今天 见证这次观测的参观者 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与历史的对话 他们也许不会意识到 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路 数百年前是一个普通百姓 绝不可能踏足的地方 公元1442年 也就是明正统七年 在北京城东南的角楼处 改建起一座高约14米的观星台 旗下还有紫微店 漏壶室 东西厢房等建筑 从此这里正为皇家天文台 一直延续到清代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 这里一直显得神秘 因为它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康熙29年8月的一个夜晚 北京古观象台台顶的值守人员 异常紧张和忙碌 因为他们观测到了不同寻常的形象 一颗黄色无盲尾的星星 忽然出现在了南方的天空 支守人员立即将这个消息 报告给正在台下办公的主管官员 主管官员接到报告后 立即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推演 他们的神情逐渐变得凝重 推算的结果显示 这和异星出现的方位 意味着地上可能会出现饥荒之灾 如此奇异的天象 必须立即向皇帝承报 很快 一封奏折就被送到了康熙皇帝的余安上 以供他决策参考 在古代 天象的变化被认为与国家的运势紧密相连 观象台因此成为可以窥探天机的地方 这里的观测也因此格外重要而机密 那么当年这些观测是如何进行的呢 作为古观象台副台长 萧君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 就是巡视古台 检查古仪 这些造型各异的仪器 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利器 作为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国拥有种类繁多的天文仪器 古观象台上的这八家仪器 制造于清代康熙 乾隆两朝 它们均有青铜处称 气势雄伟 工艺精湛 它们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是古观象台的镇台之宝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 完整 而又配套的大型天文青铜仪器群 其中不少仪器至今还能使用 那么这家仪器现在完全可以运转自如 实际上我们转动里面的四油 从四油圈的中间 它实际上有一个可以观测的小的溃管 实际上通过这个溃管 我们去寻找代测芯 那么在里面它有一个非常细的十字插丝 那么实际上是可以非常精确的定位 萧军操作的这家仪器 名叫姬恒斧尘仪 它开始设计制造于乾隆九年 历史十年才最终完成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件大型铜柱天文仪器 它造型华美 观测辩解 名字也大有来历 它这个初处实际上是源自于上书 玄姬玉衡以其七正 七正实际上是日月五星五个行星 玄姬是古代的一个观天的仪器 乾隆皇帝最后把它命名为 姬恒斧尘仪 用这个仪器去抚摸星辰 去观测星辰 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 自有诗意 这是一段清末民初的珍贵画面 它是迄今能够看到的 最早的古观象台影像画面 当年中国人就是利用这些仪器 观测天下 制定立法 从1442年古观象台建成 到1929年结束观测 在近500年的时间里 无论风与雷电 这里的观测都不曾中断 这使得北京古观象台 正为世界上现存持续观测时间 最久的天文台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天文记录 中国自古就有静天的传统 这些天文仪器也是静天的礼器 然而 奇怪的是 在这些皇家重器上 却有好几处弹孔 弹痕 这架低平经纬仪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的扶手的上方 有一个弹孔 那么这个弹孔 就是当时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的时候 打上的一个弹孔 1900年5月 八国联军发动清华战争 8月14日 北京沦陷 八国联军攻城的榴弹 划上了地平经纬仪 天体仪 然而 这仅仅是古仪劫难的开始 北京天文馆的文物库房内 珍藏着一些有着约百年历史的老明信片和照片 他们揭开了一段 国宝颠沛流离的往事 1900年12月 古台上立起了脚手架 古仪被高高调起 紧接着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台体被砸碎 古仪被迫 从他们矗立了数百年的地方离开 就这样 古官向台的十家明清古仪 被德法侵略者挂分 德国甚至还将抢来的天体仪 击横俯尘仪 魂天仪等运回德国 安置在波兹潭皇家行宫的花园里 宫人关上 从此 中国的国之重器流落他国 异国礼器正为完善之物 古老的观向台上 微存相风器一座 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918年一战结束 1919年 巴黎河会召开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 在会议上提出 将德国掠走的古天文仪器 归还中国 然而 若国无外交 几经波折 直到1921年4月 这些古仪才终于飘扬过海 从德国回到北京 至此流落异国他乡 他乡21年之后 北京古观向台的十届明清天文仪器 才终于再次齐聚一堂 然而 这次天文国宝的团聚 也不过短短十年 1931年 918事别爆发 为了保护这些国宝 不被再次掠走 天文工作者 将台下的明代天文仪器 前往南京 而台上的八架清智古仪 因柴庄运输困难 未能通行 从此 北京古观向台的明清古仪 再次分离 从繁华到衰败 数百年间 古观向台 见证了家国命运 历史沧桑 新中国成立之后 对于古观向台文物的保护和研究 一直都在进行中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他们填补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许多空白 也引领人们走进古老的中国星空 齐瑞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 北京古观向台台长 他长期进行中国传统星图的研究 悬挂在古观向台紫薇店的这张中国星图 看上去凡难而神秘 堪比天数 但是如果能读懂它 就有机会走进一个神奇的天上王国 这张铜是来自于苏州石刻星图 中国国人讲究天元地方 最标准的星图就是把天上的星星 画在一张圆的图上 这种星图不再叫做盖图 以北极星为中心 中国人将全天封为三元二十八秀 其中的紫薇园位于天区的中央 紫在古代是代表高贵的意思 紫金城就是地上的皇帝 他们住的地方 那么紫薇园就是天上的地 天地他住的紫金城 这里边除了这个 你看有地星 有太子星 数子星 后宫 这都是天地的他们一家子人 在紫薇园的旁边是太薇园 是天地和大臣们处理政务的地方 除此之外 天上还有一个市场 被称为天市园 天市园比较大 我们看 它讲的是来自四海内外的 这些各国的商人 在这里做交易的一个天上的市场 而且用我的这个看法来理解 它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 在深入研究中 积瑞发现了中国星图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个叫天园 天群 天岭 天仓 天鱼 仓岭时之礼节 这都是古代的放粮食和柴草的仓铺 还有天苑 就是放牛马的园林 牛马可以在这儿繁养生息 这个天园就是瓜果 种那些花卉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的旁边 却是意想不到的场景 在它旁边的这面天区 讲的是一个战争的故事 战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为了和平 为了发展 所以把这片讲幸福生活的这片天区 放在了讲战争的这片天区的旁边 在我看来 一个一个的星官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他们往往是一片星官 来讲述一个大的故事 这些星图之间的排列 都蕴含着古老的中国智慧 从天荒大地到农杖人 从战场到市场 从天枪到波济 中国人将地上的王国 山川百物 人间百叶都搬到了天上 用星星组成了一个天上的世界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 曾经有一套自己的星座系统 2010年 北京天文馆的工作人员 第一次将中国传统星图搬上了荧幕 制作出首部国画风的球目电影 天上的宫殿 巨大的球目上 银河中的星点 幻化成鱿鱼和核化 星空中的紫微圆落向自己身边 变成锦绣辉煌的宫殿 北斗七星 放化成天上的马车 带领观众走进古老神秘的星空帝国 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境界 把道理写在天空中 只要天不变 道义不变 所以古人就把这些最重要的智慧 做成星象 反映在天空中 只要我们的子孙 能够抬头仰望星空 能够认识到这片天空 它就能够领悟到 仙人要传承给大家的这些事物 每到节假日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观像台 会显得格外热闹一些 这些古台的守护者 研究者会走到台前 正为中国天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带领参观者近距离感受 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美丽 这座宝津沧桑的皇家观像台 今天已经成为博物馆 并向普通观众开放 而它曾经的观测使命 已经被中国大地上更多更现代化的天文台做代替 2021年 北京天文馆在道成的大市场双镜桶寻天平台即将完工 为宇宙拍记录电影的设想即将变为现实 给整个宇宙拍电影 然后每一天都会重来一遍 从而观察 我昨天拍到了图和我今天拍到了图 做一个对比 我来去找这个宇宙中这些星体 它的亮度它有什么变化 或者它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所以通过我们这种全天给宇宙拍电影 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科学发现 未来 这些科影发现还将转化为最新的科普内容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 我们做更好品质 更高品质的这些科普活动 因为很多的观测的科学成果 它可以直接转换为一些科普的内容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建 观众可以实时通过一个打评 可以看到我们望远镜未来 他的观测的一些影像 就是他怎么开始工作的 怎么获取科学数据的 然后这些数据怎么最后变成 科学家分析的要的那些数据 让包括大朋友小朋友们 能体验到天文学观测 不是那么离他遥不可及的 从古老的皇家天文台 到最新的寻天平台 走进北京天文馆 不仅走进了浩瀚的宇宙 也走进了深岁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